虽然交易走了安德森,但是和太阳完成的这笔交易,外界击理火箭的评价很低,为了节省700万美元的奢侈税。 火箭失去了一个防守能力,出色的空位梅尔顿,火箭更换了新老板之后,并没有让莫雷改变以往精打气的工作方式。 新赛季,雷霆的奢侈税将高达7300万美元,而雷霆在上个赛季季后在首轮便遭遇淘汰。 不过,锦夏雷霆还是为格兰特、诺埃尔等人送上了合同,火箭经线为保罗和卡佩拉分别开出合同,前者得到了一份四年1.6亿美元的顶先合同。 保罗是联盟前十水准的球员,在空位位置上也是前三水准,但是34岁的年龄仍是隐患,上个赛季,正式上病,让火箭与总冠军无援。 但是莫雷在金夏并没有吸取教训,麦卡威和奈特并不具备得安东尼所需要的防守能力,新赛季仍然需要保罗场均出战接近35分钟。 同样的,金夏忽然为詹姆斯在封线上配置了,比斯利,史蒂芬森和波普,加上英格拉姆和库兹马,詹姆斯拥有多位替补,火箭金夏的运作更多的是弥补上各赛季的路动。 阿里扎和巴默特的离开,导致火箭封现实力大减,安东尼的到来,虽然在进攻端带来帮助,但是放眼全联盟,也没有几个阿里扎这样的高性价必扫前锋。 不过,火箭还有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,他们的替补,一号位,作为03黄金一代的韦德,虽然还没有做出自己的决定,但是韦德加盲火箭的可能性并不大。 韦德和保罗,安东尼不同,他拥有三座总冠军奖杯,已经处于职业生涯黄昏期的韦德,享受篮球为他带来的乐趣,似乎更能打动他。 虽然,湖南的詹姆斯,火箭的哈登,保罗和周琪,都能帮助韦德获得更多的关注度,但是韦德整个职业生涯都没有领到顶心,金钱或许不能左右他对篮球的爱。 对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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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